各位好 我是渝夫 欢迎再度收看 选举万岁现场直播 各位忽怒 这里经营 大家好 最近几年呢 台湾意识高涨 所以呢 我们看到很多胡老人 胡多人开始学客家话 那么也有很多的外省人 开始学台语 这样子才能跟选民拿得到票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宋楚瑜在公办证件会上 用台语演讲 你觉得是一 这个听没了 不知道说啥 二 值得鼓励 或者是至少比讲经过好 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因为今天时间不多 在十点的时候 电信局会准时 把我们的电脑语音投票关掉 所以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现在就请宋楚瑜 用这个外省台语来跟我谈谈 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也是台湾人 你也是台湾人 大家都也是台湾人 好吗 宋楚瑜先听说你最近台语练得不错 今天说台语好吗 好 没有问题 我现在说台语的时候都是 红洞无人驾洞漫狗 但是我不是红驾铃 我是苏鸣文 因为苏鸣文是好人 我送的是好人 所以说大家才知道 不说你不知道 我是好人的 苏鸣文是好人的送的 请大家支持 请大家支持 好 分酒 分酒台湾苏鸣文 人就是让你做的事 就是让你解决的嘛 不不不不 这绝对没有这种事 以前就是说我苏鸣文跟我 也是生的很同样的 你看苏鸣文跟我 是不是看起来都很晕倒的 晕倒 什么晕倒 晕倒啦 晕倒啦 主要是说 那种时候苏鸣文走路的样子 我们小学生 都乎乎走路的步骤 不不 但是走路边的时候 让车弄到 这样的时候 我看起来比较不好 所以说我最后跟苏鸣文说 你别出来啦 你别出来啊 这样啦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感觉我跟苏鸣文 也是很多很多地方都同样的 怎样同样 主要是跟苏鸣文 对国家也很重心的 我平常是我都跟李总统说 我是李总统的市長部队 主要是说李总统说一次的时候 我不能说你啦 你是说啥 是两 对 不好意思啊 你一直说一次的时候 我不能说两 不好意思 有啊 就是说这次李总统跟我勤心 我出来选新中 选去虽然很艱苦 但是为了台湾人民 我也是要驚入到台湾这个黑暗的社会 不是啦 我觉得台湾很公民的 黑暗的社会 不是 不是 我说不对啦 我主要是说要大家来做会打拼 好不好 没有啦 大家做会打拼 我看 我看你还是用这个北京的说啦 不行不行 因为我台湾虽然说的是375的啦 什么375 我375啦 主要是说不是说这样好啦 平常我说台湾的时候 也是很多笑的 甚至说我有一天 我回去的时候 我家有一个欧巴桑 平常我都自己来烫衣服啊 烫裤子 一天我很累 我就跟我的欧巴桑说 拜托你今天把我躺衣躺 躺衣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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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去演讲的时候 我本来是要说 希望大家算适合大家一定很适合 结果我比较不標準 说是 大家你们算最糟糕的 你一定很适合 好 不好意思啦 太不错了台湾 但是虽然我台湾比较不標準 但是我的生意是100%的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把我打好不好 我们千斤万斤我也打好不好 打 不是啦 我只说我也打 大家好 大家来作为 只是我送的 好 送的 吃人一口 抱人一口 送的 好不好 虽然文 台湾的虽然文 送出于台湾的虽然文 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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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送的 送的 好 各位 我們看到這個聽不懂 主張比較多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 認為值得鼓勵的人也非常的多 那麼在我在看的話 我的看法裡面 我覺得外省人敢學台語 這是值得鼓勵的 那麼這是我的看法 你不要說我這個暗示你 不過OK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選情快報 今天在台北縣 有一場省長的公辦證件會 那麼聽說 朱高雄在現場講話的時候 被六次打斷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請自由時報的記者 會在現場為我們做 最快速的選情報導 自由時報記者請說 自由時報記者 你好 我是自由時報記者出清 我要為板橋市縣立體育館 公辦證件會場上 那麼目前情況怎麼樣呢 現在到了九點十分為止 已經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是吧 那麼我們所知道的是 朱高正在現場的時候 聽說曾經講話六次被打斷 是怎麼一回事呢 總共被打斷六次 是 朱高正講話的時候 為什麼說有六次曾經被打斷呢 他第一次7點45的時候上台 是 剛剛上台講了差不多三秒鐘 一講到三秒鐘就有人喊 台下那些支持曾經的群眾 或是民進黨群眾 就有人喊殺豬啊 台肩啊 垃圾啊 然後甚至一些民眾鼓噪 吹喇叭來反制他 那麼朱高正有沒有說了什麼話 跟現場的群眾造成一些 這個激烈的反應呢 這個十八記者 喂 朱高正是不是已經說了一些什麼話 也跟這個現場的這個群眾 產生了一些激烈的反應呢 第一次制止以後到第二次以後 朱高正他站在這個 基於民進黨台獨主張 馬上又有人展開第二次騷動 把他打斷了 是 他講說台灣 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會引發 台灣安全有所顧慮 是 然後馬上被群眾的鼓噪聲大喊 OK 那麼 那麼現場的群眾 現場的群眾這個 現在目前已經解散了就是了 對 是 OK 好 請你繼續注意這事情 我們謝謝自由時報記者 他非常的辛苦 各位 省長不管是誰當選 那麼他將會是台灣民意基礎 最雄厚的人 那麼會不會造成所謂的 蘇聯底下這種 葉爾新的效應 我們休息一會兒 再來一起討論 成長比總統先舉行民選 會不會產生葉爾新效應 這是打從一兩年前就在國內被廣泛討論的話題 如今第一位民選省黨就要產生 所謂的葉爾新效應不但依然熱門 誰會是葉爾新 更成為曹野三黨之間相互指控的焦點 如果說是宋楚一迎來的話 台灣人民每天不安啊 他不曉得什麼時候 他要跟北京這麼去疏通 咱們去賣台 我們在這都有質疑 那時候葉爾新效應一旦出現的時候怎麼辦 如果這個省長候選人 他當選的這個人 如果是一個一天到晚 不掛國旗不唱國歌 一天到晚要跟中央唱反調的人 這種人的去當選 那個葉爾新效應比較嚴重 還是一個一直強調要跟中央配合 要在聯院長的領導之下 在李總統的領導之下 來做那個省長的人 比較沒有葉爾新的效應 剛才兩黨所提到的 是把葉爾新效應擴大 引申到變更國體的國家主權層次 而除了這個之外 由於政黨間的激烈 兩黨也不約而同的把葉爾新效應 縮小投射到政黨內部 相互攻擊的說 如果對方候選人真的當選 那一定會發生黨內的葉爾新效應 如果他當選 他變成台灣最有民意基礎的人 你能夠的權威都會受到挑戰 那個時候連戰呢 連戰的地位又怎麼樣子呢 所以如果中央主義當選 第一個台灣人民不會安心 第二點 國民黨內部權力一定會加速鬥爭 陳定南入民進黨才一年多 完全是為了要選舉 那麼投機現在投靠到民進黨去 那這樣的人如果當選省長 馬上就會變成我們尤清尤縣長 游錫坤游縣長 余政縣余縣長 變成這些民進黨元老的直屬長官 這個會不會有葉爾新效應 這樣子的話 民進黨內部將來怎麼辦 或不是葉爾新 內政部長吳伯雄 在積極爭取國民黨內選長提名時 曾經公開的這麼說 這句並未能挽回吳伯雄黨內頹勢的話 現在似乎也成為深受葉爾新效應之苦的 宋楚瑜其欲表白的心聲 也因此帶出每一個說明的機會 宋楚瑜總是左一句愛台灣 右一句愛鄉土 而且言必稱李登輝總統 行政院黨連戰 目的就在於蕭米各方對他的疑慮 楚瑜非常感激黨的栽培 總統的提拔院長的提名 能夠到台灣省去服務 直接回報我所熱愛的台灣鄉土 同樣的 陳定南也不承認自己會是葉爾新 他已經速度公開說明 雖然在他的野藍主政經驗中 不升國旗也不唱國歌 但是只要讓他當選省長 一定會完全尊重憲法體制 而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更強力保證 陳定南的國家認同問題 不會產生葉爾新效應 除了兩黨之間交互攻擊之外 特立獨行的新黨省長候選人朱高正 也不時被流彈波及 對於在他身上會不會發生葉爾新效應 這個問題 朱高正的答案語出驚人 只有當省長才能夠來制衡李登輝 但我制衡李登輝 是完全遵照憲法 逼李登輝來遵守憲法 這種葉爾新效應 是正面的葉爾新效應 我跟連戰方面已經達成協議 只要我當選省長的話 我會聘一位顧問 負責郭同我們兩個人之間的 一些大大小小的問題 這個人連戰也接受 覺得是非常適當的人選 行政院長連戰是不是真的 和朱高正達成任何默契 目前並無法了解 但是至少可以確定的是 行政院長連戰不希望也不相信 自己會成為所謂 葉爾新效應裡 倒霉的哥巴氣夫 但是類似的話題 近年來不斷地被拿出來討論 而且言之早早舉證立立 到底葉爾新效應 是不是真的會在第一位 民選生方產生之後出現 蘇永清李鴻席兩位 憲法學者有共同的看法 未來他有民意基礎以後 再有面對的審議會的民意基礎 那麼我們也可以想像 將來的省長不可能列席 行政院的院會 那行政院變成一個單純的監督機關 跟省的關係 所以這種衝突啊我想 簡單講是不管哪個黨 不管哪個人 某種程度會存在 台灣明明只有一個省份 但是他要成為一個國 然後中華民國裡頭有總統 台灣省以後有省長 現任的李登輝總統 他是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的 那以後的省長是直接由老百姓來選的 他的民意基礎很大 他當然會產生葉爾新效應 而如果所謂的葉爾新效應 是真的將在任何一個政黨候選人 當選省長之後 無可避免的都會發生 那麼今年選舉中 各政黨和各候選人 應該如何因應解決 似乎是個相當棘手的問題 對此學者的建議是 未來的憲政改革 在這部分應該還要努力 不管是比較在現實基礎上 把省的轄區縮小 把這個市的轄區擴大 或者是增加一些事 或者是較大幅度的 像有人說廢省 我想都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我想我們最好是把省廢掉 那乾脆這個國家就叫台灣這個國家就好 然後就沒有這個省的問題 葉爾卿現象也自然會消失 各位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電腦語音投票已經停止了 那麼顯然主張聽阿波的人是比較多 那麼總共是8114通的電話 那麼主張值得鼓勵的呢 是這個3807通 主張比蔣經國好的呢 是453通 那麼各位 不管這個結果是怎麼樣呢 我想這個宋主義先生這個心情 可能會變成很壞了 那麼不過我想這個宋主義先生 你不要哭成這個樣子 你可以多看諸葛亮的參清秀 這個台語就會學得更好 所以請你再繼續奈獎你的這個台語的練習 那麼最近呢有一種這個新品種 是蚵仔韓籍產生了 那麼聽說呢是紫色的 而且比較甜比較好吃 所以我認為在台灣每一個人都一樣 不管你是蚵仔外星人 是韓籍本省人 都是我們新一代的台灣人 各位說的對吧 明天同一時間請別忘了 李濤的全民開獎之後 收看漁夫的選舉萬歲 再會 好 好